好我们来关心哦 今天的健康时间要来聊到的时候 我们知道皮肤其实可以观察 一个人身体的健康状态 那么其实医生就有提醒 有四种皮肤颜色的变化要多加留意 分别是蓝色黑色黄色跟红色 我们现在看到分别代表什么 第一个如果你发现皮肤有点紫蓝紫蓝的 这通常呢可能表示是有缺氧的状况 比较有可能出现的部位 其实都在末梢神经 指尖嘴唇跟耳垂 有可能是所谓的呼吸系统疾病 像是心脏的问题 或者是你突然到了非常寒冷的环境 也会出现这样子的肤色 第二个可能是血红素异常 这个比较多可能是吃了一些奇怪的药 或者是化学物质所引起的 还有如果长期接触含金属的物质 也就是可能重金属沉淀在你的体内的话 其实也会影响到皮肤的肤色 可能会变得有点蓝蓝紫紫的颜色 而第二种呢也就是皮肤 如果出现黑色的状态也要多留意了 因为黑色的状态 还第一种可能 表示你荷蒙可能出现失调的状态 像是甲状腺功能低下 肾上腺功能不太完全 这些都是属于内分泌系统失调的状况 第二个还有营养缺乏 如果缺乏维生素B12的话 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黑色素的代谢 那么通常这比较容易发生在素食者的身上 因为他们比较少吃肉食 相对来说对于维生素B12的补充就比较不够 第三个比较有可能是慢性胜功能不全的人 因为他们的黑色素刺激荷尔蒙 没有办法完全排除 这些都会累积在体内 当然肤色就会看起来稍微比较黑 第四个呢 同样也是药物会带来的影响 包含上是可能抗虐疾的药物 心律不整的药物 甚至是化疗也都有可能导致这样的状况 第三种皮肤的肤色 其实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也比较常见 也就是肤色比较偏黄 很多人知道这可能是跟肝有关 除了肝之外还包含饮食习惯 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肤色 第一个呢可能是黄胆的状况 因为血液中胆红素的积累 导致呢像是肝炎肝硬化 这些肝脏的疾病 包含上是你的皮肤 还有很明显的是眼白 尿液的颜色会加深 这一些呢可能都是黄胆 第二个就是食物 胡萝卜素血症 也就是你吃的过量富含胡萝卜素的食物 包含了像是胡萝卜 南瓜 这些都可能会导致你的肤色 比较偏黄的状态 那相较于来说可能这比较不需要担心 第四个肤色变红也要多加的留意 这可能是你身上出现了罕见疾病 第一个呢是癌症候群 就是罕见的内分泌肿瘤 也就是你血液当中激素分泌的比较多 通常这会伴随着腹泻心剂 还有气喘 第二种是慢性白血病的一种 也就是骨髓过度生产红血球 其实这样的状况呢 都会导致皮肤的肤色变得比较红 所以这几种皮肤的肤色的状况 大家改变的话一定要多加的留意 另外我们来聊到的是 我们知道台湾即将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 也就是在明年的时候 当然讲到超高龄社会年纪大的长者 对担心的是什么呢 最担心的就是肌少症 因为肌少症其实它会影响到蛮多的层面 包含你的生活 还有你的作息等等 其实都会有影响 我们先来看到 在明年呢 台湾就会迈入 所谓的超高龄化社会 也就是65岁以上的扰人 他会占人口的20%这么多 但我们知道人随着年纪的增长 肌肉的速度也会快速的流失 我们肌肉不足 当然没办法支撑 我们就会影响到健康 还有行动力 目前统计 其实台湾65岁以上 肌少症的盛行率 其实已经有6.8% 也就是大约有30万人 是有肌少症的症状 而当中80岁以上的男性 罹患肌少症的比例更高达了30% 而且医生也有特别讲到 其实这当中 有八成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有肌少症了 当然我们知道运动 其实相对来说就是非常重要 尤其像是重序 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的肌力 但很多人可能想要知道 到底什么是肌少症 怎么样算是肌少症 第一个就是你的渐进性的肌肉质量 开始下降 你很明显的感受到肌力的功能下降 感觉好像很容易跌倒 这就是其中一种状况 肌肉的质量一般来说 我们大约是40岁开始 就会流失 平均每10年会流失8% 而且在70岁之后 你的肌肉流失率会增加两倍 而当中大腿的肌肉流失的速度是最快的 而这也是老年人失能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知道大腿的肌肉 它其实是非常重要 支撑我们身体的包含像是平衡 还有行走等等的 如果流失比较快速的话 相对来说老年人就会感觉比较明显 如果你出现无力疲倦 还有步行比较困难 跌倒的频率提高 这些可能都是肌少症 同时也会影响到代谢会变慢 因为你比较少动 当然就会比较容易肥胖 加上三高也会变得比较风险高 那么肌少症其实也会增加老年人的死亡率 这死亡率会达到2.34倍 那很多人都想要知道 这样的肌少症有办法预防吗 因为人老是没办法预防的 但事实上肌少症是可以的 包含上是你多做运动 有氧运动 慢跑 跳绳这些都可以 重训 深蹲 最好是这种阻力型的运动 这些都可以增加你的肌力 还有肌耐力 还有每天一定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要怎么样才足够 你的体重的这个公斤 就是你要摄取的蛋白质 一公克 50公斤就是要摄取50公克 如果你已经确定有肌少症 最好要多1.5公克 也就是可能你50公斤的话 可能就要乘以1.5 这样子摄取的蛋白质才是足够的 这个提供大家参考 如果家里有老年人 或者是比较年长 或者是肌力比较不够的长辈的话 其实可以提醒他们多运动 还要多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好 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 其实最近呢 也是大家的话题之一 其实就是我们知道 长荣的创办人张荣发 他在8年前过世 而他当时过世的时候 立了一个遗嘱 遗嘱的内容是要把遗产 全部都留给四子张国伟 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 幸运的创办人 那同时也指定他要接任总裁 不过当时三儿子就有提出抗告 还有诉讼 不过就在最近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已经认定了 张荣发的这个密封遗嘱 已经是具有遗嘱能力 那很多人可能想要知道 密封遗嘱是什么 事实上很多的企业家 或者是很多资产阶级 都会喜欢用这个密封遗嘱 因为相对来说 他的隐秘性是比较高的 但是律师就提醒了 其实公正遗嘱相对来说 在法律上诉讼的争议 是会比较小的 民众其实也可以提早决定 自己生病的时候 要如何处理自己的身体健康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 八年前过世 遗嘱是将遗产全留给 第四个儿子张国伟 第三个儿子张国正 提确认遗嘱无效诉讼 一二审败诉后上诉 近期最高法院认定 张荣发制作的密封遗嘱 具遗嘱能力 驳回上诉确定 遗嘱是有效 张国伟可以获得超过百亿元遗产 那什么是密封遗嘱呢 所谓的密封遗嘱指的是说 就是由这个背记成人本人 或是他指定一个扇写人 去做这个书写 那密封在那个封监处来做这个签名 然后密封了之后呢 他要指定两个人以上的见证人 然后在公证人的地方 去把这个密封遗嘱的这个格式来做完成 他最大的这个效益应该是在于说 有一些这个特别是资产阶级 企业家 他不希望就是这个遗嘱的内容提前被公开 或是被这个包含继承人 或是其他地下人知道的状况之下 那可以保有他的隐私 他才会选择做密封遗嘱 密封遗嘱基本上只有被继承人和善写人 知道遗嘱内容隐秘性高 相较于其他遗嘱格式比较复杂 但还是有其风险 我们在这一次的张国伟张国正案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因为密封遗嘱他毕竟要经过好几个流程 包含说书写 包含说密封 包含说签名啊 还有公证等等 那这些环节当中如果就是未来 就是像比如说这一次这个张国正就有针对所谓的 善写人的姓名住址 他有没有填写完整这件事情来做争执 那我们就知道说因为有很多个流程 所以如果有人未来针对这个流程当中有一些 没有做到很完美的地方 他就有可能在诉讼当中来做主张 除了密封遗嘱 遗嘱还包括自书遗嘱 这必须全文手写不能电脑打字 还要本人签名再注明年月日等等 另外像是可以找律师的代笔遗嘱 但当律师是代笔人时 如果进入到诉讼阶段 那这名律师就不能参与诉讼 其他遗嘱形式 还有口售遗嘱和公证遗嘱 那我自己会比较推荐的其实还是公证遗嘱 那因为公证遗嘱是就是等于说 你会在公证人那边 然后就是你跟公证人讲解 就是你的这个大义了之后 那由公证人来进行笔记 宣读跟讲解 那我自己认为这个在未来 假设就算进到这个诉讼中 去做争执 那其实他的效力也比较不容易做推翻 律师表示传统上大家还是忌讳谈生死 先写遗嘱的人 人是少数 而不止遗嘱 很多人对于医疗安排 也不够关注或是果足不前 像是病人自主权利法 2019年上路 你可以在你意识清楚时 决定若是哪天成为末期病人 不可逆转昏迷 永久植物人 及重度失智等等五种状况 选择你想要的医疗措施 但目前只有七万多人 完成预立医疗决定书 等于全国不到百分之一的人签署 71岁的陈女士和手足 照顾失智的98岁妈妈 已经八年了 她在2024年 完成自己的预立医疗决定书 陈女士说 她未来不想弃切鼻胃管等等 我会觉得说 这个病痛什么 真的是 就是让我会觉得好折磨 这样子 那所以就是 当然就是接触到家里 像妈妈的状况啊 然后就会觉得 我真的不想要让我的孩子 指挥先生有一些 就是这么辛苦这样 真的就是要签这个才不会 我自己辛苦 然后家人也是在那边 好像那个不能够同意的那种 辛苦在互相纠结 陈女士说 签完以后 她觉得心里很踏实 也还要再找时间跟小孩说这件事 其实生命危急时 要帮家人做医疗决定 是相当沉痛的压力 提前做好安排 也能让家人知道自己的意愿 其实签署预例 医疗决定书 有时也得好好说服家人 像我自己的家里面的长辈 就是会觉得 我为什么要去 就是一种 她有点像是我形容说 是纸上的这个 白法人送黑法人 就是她好像在判一个 生死的那种关头 那那个心里的坎 有时候长辈很难过得去 那你要够年轻啊 你要够好好啊 为什么你现在要谈这些 对那 当然像我也有一些朋友 就是我们都比较偏年轻一点 就是我们自己对无效医疗 是有概念的 可是反过来 我们反而会不知道 怎么跟长辈去谈这些事情 医疗决定 其实也牵涉到往后的长照安排 生老病死虽然是很难的课题 但逃避也不会不遇到 做好越多准备可以降低自己和家人 未来的彷徨和痛苦 TVBS新闻张正安王一杰台北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